在本地售卖的至少一款快速抗原检测仪或卫生科学局批准 产品的有效期从15个月延长到24个月 卫生科学局是根据分销商提供的有效期验证研究报告批准申请 报告显示检测仪如果在两年内使用 检测结果依旧准确 记者蔡可汉报道 卫生科学局答复本台询问时证实 这款快速抗原检测仪去年11月或批准延长有效期 打个比方检测仪的生产日期是2022年2月15号 新的有效期就是2024年2月14号 如果产品没有显示生产日期 公众可上品牌网站查询 用包装外的生产批号对照新的有效期 我们提交的这份报告研究的名字叫实时稳定性研究 这是一份长达两年多的研究 评估了检测仪的性能 长时间里在特定的储存条件下 它真实的性能的反应 就是说它是否还能够准确地给出测试的结果 业者说公司进口的另一款快速抗原检测仪 今年1月也获卫生科学局批准延长有效期 在这个检测仪里头它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膜 在这膜上面就会让这个能够测试新冠的特别的抗体 粘附在上面 在制作的过程之中它会有一个干燥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把这上面的水分都给移走 它用这个干燥这个保存的方法 这个抗体它会有比较长的保值期 一连到两年 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在疫情中在疫情中 在疫情中在疫情中 所以在那时候他们没有知道 而他们批准确定的方法 原因是因为这些材料会准确 然后在一段时间 他们会变得不效 实际上你可能会变成犯状或犯状状的结果 卫生科学局表示 如果公司能证实检测仪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可向当局申请延长产品有效期